这个《我爱红娘》自从播出以后 给很多的青年的朋友们制造了很多机会 比如说刚才在上一段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红娘之友》 他们所举办的各项活动 促成了很多的良缘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 参加这个《我爱红娘》之后 会把她的生活领域就扩大了 那么比如说有很多的星探 在《红娘》观赏我们节目的时候 某位小姐某位先生 他们歌唱得很好 于是乎就找到了他们 希望他们在这上面有所发展 那么这个阶段里面呢 我们所要访问的和表演者呢 大部分都是目前走在我们演艺事业上的 这几位朋友 首先介绍者第一位 第一位呢是黎秀英小姐 她当初参加《我爱红娘》的时候 很多观众朋友就对她的歌声 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那么现在她已经算是一位职业的歌星了 我们欢迎黎秀英为我们带来的演唱 请掌声欢迎她 《我爱红娘》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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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world made us dear, made us dull When I hear the music Close my eyes, I am brave Rub around, take up all of my heart I wanna feel it, if you're leaving I can't help it, girl Now I'm dancing for my life Take your passion, and make it happen In just one more night I can't help it, for your life What a feeling I have missed love The air kingdom I have missed love I have missed love And all of my salt 不愿意与美匹区 伴你满行也断绝一断 越过高峰 另一方 却有劲 目标退远 用力生 永远在前面 路纵崎岖 亦不怕受无恋 愿一生重苦痛快乐也太厉 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 风中伸雪 无泪送花快乐换雪 无用继构 快一送身边 美丽满一天 还愿曲伤 未见到神在脚尖 园中半少星 拐忍苦痛那一年 飞日好 起日好 每天走到星霸燕 用晴光 吹一吹 转功卡过两口印 小雨定 用心煞 走一鱼山喊着天 小雨定 这一鱼山喊着天 好像她在参加《我爱红娘》的时候 不是叫徐乐美 已经来了 你先请坐吧 你本名叫什么 我本名在学校还没有踏入这个圈子的时候 叫徐文华 徐文华是吧 参加《我爱红娘》的时候也叫徐文华 第几集你是 好像是第六集吧 哦 那很早了 很早很早 是是是 所以在我印象里面比较不是那么深刻 因为最近她也参加太多了 你参加了这个叫《花落春游在》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剧情 我想这剧情啊 我想各位在各大报章杂志上也看过一点点啦 她主要是叙述一个现代女性啊 在婚姻方面的种种挫折 遭受家庭的压力 然后婚姻的不美满而出国 出国五年之后再回来 遇到一连串的旧爱新欢的故事这样子 你饰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饰演是一个比较超越我自己年龄的角色 一个将近三十岁的一个离婚的妇女 离婚的妇女 那你怎么样去揣摩这种离婚妇女的这种心态呢 我想也是啊 我自己年纪还不到 我想我最主要就是将心比心 我想到别人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心理上会怎么样反应 我就自己也想想 我自己把自己当作那种年纪的心境去揣摩 这个演员的确不太容易了啊 不过我相信在报章杂志 以及在公司里面看到你们录影的情形啊 我觉得一个演员 尤其是心境的演员 踏入这个圈子 可能有很多很多的 比较不是那么顺畅的事 对你来说有没有 比如说跟别的演员搭配的时候啊 也许你跟他不熟 你不好去演这个戏啊 你如何去跟他们沟通这一点呢 我想这种情况对我来说还蛮好的 还算好 因为怎么讲 公司的一些比较资深演员啊 对我都还蛮照顾的 然后在互相在演戏的时候 我不对他们会告诉我 然后他们告诉我怎么心理上怎么揣摩 然后怎么做表情这些 怎么抓住这种角色的个性方面 就是这样子 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没有问题 我要帮他拿麦克风 谢谢你 不是我在想 我是这样子 你从一个不同的环境 踏入另外一个环境 比如说本来是一个很平静的 突然间踏入这一圈子 可能生活上会多彩多姿一点 你对这个方面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或者打算怎么样去适应他 多彩多姿啊 我想还谈不上 怎么讲 因为在学校的时候 我本身就是念这个科系的 啊 念戏剧 对 念科系 所以 刚踏进来 而且我们这个作业还蛮仓促的 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去玩 只有尽心尽力地去把这个工作做好 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 因为看到很多剧照了 再次特别地祝福你啊 希望在将来你的心理路程上面 应该也是大放异彩 好 也预祝你这次这个花开春游载 花落春游载 变成花开春游载好不好 好 谢谢你 我们稍后再进行另外一个阶段 我们稍后再进行另外一个阶段 我们稍后再进行另外一个阶段